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欧阳寻的凯书的初步 认识一下欧阳寻 那么我们在写这个欧阳欧体的凯书的时候有几个注意的事项 一个是横画 横画的写法呢 我当时说了跟历书是非常像的 我们来写一个语言的言 欧体的凯书的点 很有特点 这个横呢跟我们以前学的是一样的 注意下面这两下 这是一个路峰的小尖头峰尾的横 来看这个口子 在欧体当中呢 它的横画非常借鉴了我们历书的一些写法 比如说小头宽尾或者是宽头小尾 那么在这个语言的言这个字上面呢 体现得非常明显 然后再写一个玄 玄宗的玄 这个时候这个点呢 就是这种尖头点 横画仍然是一片 横画仍然是一片 注意写字的时候啊 你这个笔上的墨尽量是能够 掌握在能写完一个字 不要有枯笔的心端出现 因为你枯笔你就要去描 描了以后它就会不如你一次写成的好 然后刚才说了 沿字旋字还有一个点的问题 沿字点呢是这样 这样 这样去写成的 叫一个逗号 然后呢 大部分在欧体里面写上面这个大点的时候 很多都会用到这种写法 那么旋字点呢是这种尖头点 起笔 往下 这样去收 两种点的写法 然后横画的写法 跟我们历数有很相似的地方 我们写一个站立的立 点 往下走 那么它的第一个横画就跟 沿和旋就不一样了 它就会 小头路前 大头在后 然后呢 接下来两个点 什么叫特点 右点 起 走 回 要有一个高出的动作 左边是一个小平 那么下面这一横呢 跟这个大横是一样的 提笔 要提笔走 行李的过程中要有提笔的动作 就是提起来一点 不要使劲往下压 然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欧体的树 欧体的树 欧体的树块的写法呢 呃 是这样的 很多的树都是这样 下来 下来 略往左偏 回 略往左偏 略往左偏 然后 这个地方 成为一个 三角形 因为欧体的树呢 非常的 嗯 就是欧体的基本笔画里面 这个树 起到了肩架 就是主干的作用 所以它的树呢 非常有鼓励 您看这个树写出来以后 它也要是直直的 硬硬的 来写一个 这个树 这个里面用到的这个短竖 仍然是这种写法 小点 以后 有 神仙的神 神 那么基本的欧体的凯书点横竖的写法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多多练习 谢谢